現在我在等我們先進 這些會議記錄的答案 宣讀第105次會議記錄 報告案案1 月策最終建吳大棟區大道成殿列所 墨股區內比分裕堂 墨股區前經舉人成為小公募葬 保釋結果即溫山區核心路85號 中正區全中間8項2、4號 解除戀策報告案 結論 1 內湖區內股堅固堂 文山區核心路85號 中正區全中間8項2、4號 建物解除戀策 大棟區駕道成殿殿所 內民區請清除人成為找公募葬 或許應文化資產保存法 啟動文化資產降值審查成序案 同意備查 2 立由文化局擬具有關列特最終建物質清查 解釋之機制及程序等 在提送本審議會討論 審議案 案1 保障岩聚落擴大保存上為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初始委員引誓同意決定如下 1 同意變更聚落保障連區域上為 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11條規定 變更文化資產類別為聚落建築群 及補充種類為其他信貸宿舍群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聚落建築群登陸廢職審查及輔助 法代理後續事項 案2 北投區 真言中石窟建築群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初始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1 同意指定真言中石窟建築群之主窟 同弘法大師言石窟 默切不動無名王石窟為直轄施定古基 2 被確認古基本體及定著土地範圍 有文化局邀集委員辦理現刊確認後 並指定理由等續送等審議會審議 3 有關古基本體與參道、蠶食等分錄為文化景觀案 請定案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案3 中山區大同公司專造建築、置身樓、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初始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1 同意登陸置身樓為歷史建築 登陸事項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歷史建築、經驗建築 登陸份職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案4 中正區、國軍文藝中心、三軍軍官聚樂部、國軍歷史文物館、中華福利站、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初始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1 同意依專案小組委員建議 中正區、國軍文藝中心、三軍軍官聚樂部、國軍歷史文物館、中華福利站、建物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基、不登陸歷史建築、經驗建築、國軍文藝中心一同意解除列策追蹤 2 本案基地位於國定古基總統府正後方開發高度、量體、色彩等應嚴重規範 未來再開發利用應提送計畫資本府都發局及依文資法第34條提送國定古基主管機關文化部 案5 直轄市定古基、草山、教師研習中心修復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初始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1 本案修復再利用計畫請委託單位依委人意見補充修正 4修正後送本局備查 原則同意修正後通過 2 請教育局評估本案建物未來再利用開發公式你使用之可行性 案6 歷史建築電影製片場 A攝影棚錄音室建物面積修正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初始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同意變更歷史建築電影製片場 A攝影棚錄音室建築面積修正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陸份職審查及輔助版打扮以後續事宜 案7 萬華區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城區域學生宿舍及文教大樓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初始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1 同意指定萬華區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城區域文教大樓維持下視頻補機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2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城區域學生宿舍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蹟 不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檢除列色追蹤 3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國際指定及備局審查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以上可以記錄其委員確認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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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次條 第1號報案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次條 辦理情形1 大安412號公園 部航公園域金山公園興建工程 基地範圍涵蓋設定鼓擊台北建築圍牆 以及歷史建築園台北行務所觀設 大安412號公園興建工程 配合特定專用區計畫 於107-108年辦理公園委託設計及興建 希望依照106年的都市計畫 特定專用區的細部計畫 和將金山公園還有新南側 一併納入412號公園的委託基礎服務案 辦理整體的公園設計監照 本局在107年5月24號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邀請5位文資委員及相關班會會議結論 本案請你委員一屆修正後提成本府審讀會報告 本府公園處於107年6月15日檢送修正報告書 大致已經一委員一件修正 提送本次的審議會報告 相關的報告書請委員強約復健 另外檢附本市文資會的第59次會議紀錄 有關組成強勢保存或再利用處理原則公餐 臺北監獄圍牆遺跡是在民國87年公道指定為施定主機 另外在102年的時候做了範圍修正 保存範圍請委員參閱復讀 紅色虛建的部分是後來修正的保存範圍 現存的遺跡是在南側及北側的部分 南側的部分接著是歷史建築園臺北所所觀設的建築群 原臺北行物所觀設在102年公道登陸為歷史建築 在今年的時候以公道新增調整的範圍 配合地質重新分割以及另外新增一筆地號 按著地質地形圖請委員參閱 金航公園的位置及金山公園的位置 還有施定古蹟台北建築文牆的藍色區塊 歷史建築園臺北行物所觀設 請參閱黃色區塊 本案基地範圍除行委員參閱 你辦一大安C1號公園金航公園及金山公園 興建工程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次條鎖裂 有破壞主機歷史建築圖完整 遮蓋其外觀或阻塞其觀感通道之餘 你請同意備查 二本案一結論辦理後續 接著請提案辦公園報告 各位委員會跟大家報告 剛剛主辦公園也報告過 反正有兩個公園 一個是金山公園 一個是金山公園 金山公園 它的重點在於 海北行物所觀設所所在的位置 它本身是為了委員會公子的 台北施的監禁的市庭圖延期 然後更多以來出來去更多的公園 然後南京的這個金山公園 它周邊有封住的這個 就有一個保護區 然後也在七十六年批見之後 目前也是配合這種 南村委長處的保護區 更多的公園公園 這就是我們的公園 那這兩個公園 其實在中間的這個 這個不僅滑崩社區的 這個公園計劃裡面 它扮演兩個 很重要的一個聖根地位 這樣一個 然後這是我們套別整個歷史的文理 因為它最特別的 其實這是第一個 楊室的監獄 楊室的監獄 而且是以台北城城的市場來介紹 然後西野安山也跟七里安市場來介紹 因此這也是這個 基地比較特殊的地方 但是因為等於 異形文理 其實在異形文理 它變成定位的監獄 它同時也 也因為中間的這種方式 就可能採取 目前保留的是整個 裡面的異形文理 那我們為了要了解這兩個公園 在整個異形文理的關係 因此我們靠別的普通時期 在這個基地裡面發生的事情 那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 這個建築物其實 這個是最完整的一個 日式市場群的一個狀態 那中間有一段的破解 那中間還有一些建築物 改成為現代的一個建築式態 它目前我們所看到的 這些建築物的結局都全都沒有了 那南邊的金山公園 其實在門的是 它目前的日式 日式的律程還存在下面 因此我們在 那中間經濟公園的一個運行的樣子 是抄襲了之後 前面有寫英文化 那最主要的 完整的這個武器在這個前面 那整個園牆的部分 後面的中間已經是 已經是做了一些 主要的一些 前面的鑽絲 大概七十年 那麼延續的其實 有些學科 還有這些事項 這些東西目前 保留了所有的文理 比較相似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再看看 歷史性的樣板 以及前面這個草皮的一個形態 因此在我們基地上網裡 就是希望能夠 以塑造的歷史地景 然後台北就宿舍的 軌跡的使用的這個文理 為基調 因此我們提出了 怎麼從過去 現在 未來 然後用目前的這個 以前的這個行務所的這個 這個網子 以文基礎 然後用櫥中的概念來設計 所以前面是一個人文歷史史 中間是一個可以寫說 以及活動的一個 然後後面是一個 可以工程中 活動灘熱的一個磁磅 好嗎 好 其實我們可以一次吧 好 下一張 但是我們整體的這支 順序看的出來 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 鼓勢幾年期 就是為人 有了一些大草 可以讓民眾 或者是放棄 讓醫生一時寫說 可以感到清楚 看到這個文件的存在 然後過去這個事項 我們也把它保留下來 然後中間我們分析 這個主要的概念 我們把活動灘熱的一個 下面 那有關這個文件 我們已經有關於說 我們這個草坪的部分 要再開闊一點 因此我們把原來 可能新種子的一些 只在做一個調整 讓這個的面向 都更開闊一點 然後在鋪面的部分 我們也提到 我們會用目前 以鞍山林為主的鋪面 來改善這個事項的鋪面 使這個整體性能夠維持 下一個文件 那這個是我們用的 以就宿社群為概念 然後去做一個 歷史緊縮的一個活動區 我們休息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可以跟這個 歷史緊縮做一個很好的 一個互動 那有關於中間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 節點的空間 因為這剛好是個 梯子路口 那過去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行場 因此我除了 當作一個緊縮活動 回台之外 那同時也可以保留 未來活動的一個活動廣場 那有關解說的形式 我們有提到說 除了文字之外 還有其他的形式 那最主要是 我們把場景保留之後 再加上一些 不主動一種的片 或是一種的刀科 或者是一種 或者是一種 分譜面積的形式 這是我們提出來的想法 那當然未來 在南地的地方 有一個多媒體的歷史史書館 那可以當成一個 比較豐富 東媒體展示的一個歷史解說 因此用這樣的方式 讓你機體可以呈現 更多文件的一個文件 那有關於建立的保護的部分 未來有一個這個事項的環衝 因此基本上 我們不會去做到 任何的一些結構 或是場體的一些事情 僅做一個負面的調整 那水溝到海水的方向 也會做一個調整 那僅做海水溝蓋的一個開放 那因此在施工的時候 其實你會做一個積極的保護 那我也提到說 在施工計畫中 要積極的把這個保存的 保護的一個施作方式來標記進行 因為這樣子其實 廠商可以弱勢 讓這個保護的機構能夠確實 那我們在植栽的部分呢 方有提到說 原來的植栽粉 有些增加的情況 我們調整之後 讓這地方是一個開放的情形 那有關於青山公園的部分呢 目前的基地 它是在整個中環遊鎮的兩邊 然後歷史建築群的西邊這一塊 那目前未來的這個區位 東邊會有一個所謂的深圳住宅 那南邊的會有一個日式的浴池 那因為整個基地 因為它是跟鑽毛變形 會成為一個圍牆 那這是我們霧結基地的概況 那我們近一點來看呢 過去的青山公園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是過去青山公園的容具 它這個目前還有人在使用 那南邊的地方 你會看到這個日式的建築群 以及這個圍牆所在 那中間這一塊 過去是司法新村 那已經拆除了 我們會看到它 還有一點這個鑽毛路的那個樣台 下一張 那因此我們也將這個基地 再跟過去的文明做套一套 這個基地比較特殊的是它在 它有部分是在圍牆 那個監獄圍牆的裡面 監獄圍牆的外面呢 是日式書冊的這個日式浴池 它裡面的話 它接近所謂的女子監獄 但是還不到 它主要這個空間 是他們的缺世區 還有一些倉庫 還有一個少站 大概是這幾個歷史的 過去的文明像一張 因此這個南邊的部分 目前很清新 就是目前文化局 已經在做整個收復的工程 因此跟我們整個基地 搭配在一起的話 形成是一個蠻好的一個文化區 下一張 那是在整個南邊的這個 有關於日式的這個 浴池的一個修建的一個想法 未來這邊會有學生文創 然後有展示平台 還有戶外的解說平台 下一張 因此我們整個基地呢 未來結合南邊的這整個 日式的這個解說 然後呢進來這個 從這個進來之後 我們留了一個 舒適的開闊的草 可以觀賞這個監獄 監獄的這個圍牆 那同時我們透過一些 歷史的解說 然後讓民眾可以了解 過去的文理跟過去的樣態 像這樣 因此在上次我也提到說 在這個古蹟周邊 其實盡量開闊 那我們也調整了 包括植栽 還有包括這個解說的 這個高度的一個降低 然後以及讓這個座椅區 更能夠舒適的 可以看到這個監獄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都做一個調整 那因此這個地方就形成一個 很棒的一個 歷史的一個解說區 好像 那像是委員提到說 跟周邊界面的處理的部分 那包括因為 這個是未來整個都市計畫 有關於周邊的一個 界面的整合的部分 那未來這個地方 會留一個500米 一個開放式的這個空間 那因此 因為我們還有北邊 它需要留一個通道 那這邊也會留一個通道 因此這些都 這些相關都市計畫 還有這些準則 我們都做一個整合 那北邊的尾牆的部分的話 北邊的尾牆的部分 因為目前的中馬遊鎮 目前的遊牧車 還在現場做一個活動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尾牆 經過界面協調 是沒有辦法拆除的 因為考量到安全性的問題 那我們就做整個牆面的清整整理 並且用一個緩衝空間 一帶來做一個界面的處理 那這是我們整個 南邊的歷史建築 未來是一個鋪面的經驗 那我也會提一個保護計畫 讓這個圍牆的部分 能夠確實被保護嗎 下一段 我們看這個 這個的一個開發 好像跟我們的 這個武器超新的 多久 所以我想 當我們這個 原來的特別經驗 我們創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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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提的 在想說這個 還可以 還特別 還特別 一直強調 這個毛鎮開通 根本沒有創回 但是我們還是 做一些訪問 如果你一定要開發的話 還是要怎麼做一個考慮 底下還有一個 你再開發 那這個區塊 它原來不是在地產內 但是呢 在日本來做這個建議 它有一個非常豪廟的 它好像我們紫星城一樣 城中有城 城中有城 它環環的圍屬 所以它這個地方呢 這個監獄 間外面不是一般的 而是變成 這個 這個農場 或者是 這一個宿舍 你其實要逃犯 要逃的話 它不是說跳過一個圍牆 跳過一個圍牆 然後 還只輪到 這個宿舍去 還輪到外面 所以它就 反而非常深入 但這種東西 現在我們 開發 發現了台北的空間 我們不反對 但是開發的方式 還有就是說 到底這個空間 跟台北的有什麼關係 我們現在看 所有的報告 只有它一個入口的標誌 把這個城牆 Copy一份 縮小的Scan 把它當作一個公園入口的標誌 我覺得這個 這種表示啊 事實上 針對這個 台北間的歷史 太認識的看見 尤其 其實再靠這個 點進這個圍牆 這個部分 它原來 我們講 有一個出入口 這個出入口 有人講 這個生死人 這樣 這個部分 在我們這邊 完全扛出來 完全扛出來 所以我們是想 聽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任何人 雖然我們知道 法國的建議 是不是能夠 在慎重點 在開發之前 還是要做一點 法律 確定沒有 其實 你的參加這個農地 跟我們的 這個道理 跟我們 跟上來的 跟上來的 好 謝謝 還有 我其實是這樣建議 如果那個 公園處在 委託這件案子的時候 可以不要用傳統的 風神造假百分比的做嗎 因為你今天做這麼多的東西 跟建議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建議 不可能做那麼多樹 所以我覺得是真的像 剛剛老師講 學老師講 就是說 建議的 原來的那個功能 是不相符 那現在把它配上 一般的公園處理 所以 古今按不到了 那可是如果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設計師 他可能什麼都沒做 那就沒有什麼設計費 所以我覺得這些案子 我們必須要重新思考說 到底這樣的一個space 要怎麼去面對它 那我們現在分割太多東西 做太多數了 那跟一般的理工人家 而不是一個 我們講的 古蹟旁邊的一個 空間處理手法 那 我這樣講 希望可能 對設計公司 有點不真正 可是我覺得是那個 方向搞錯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不到那個space的精神存在 以上是你 其他報告員 那邊 那我們 來 我覺得就是 我們現在在發報的時候 有一點可惜的是 就是直接找設計單位來做 可是實際上因為調查研究的前面部分 這部分 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講 其實相對 他們在理解台北行務所這件事情來講 其實是有困難的 那 因為我剛好我的書裡面稍微有提到台北行務所 台北行務所當年在蓋的時候 其實是比日本本地的行務所還來的高級 所以那時候其實還有總部單位就請說 為什麼蓋一個比日本內地還高級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監獄 所以台北行務所其實在不管是台灣 甚至於是包括日本本地來講 它都是一個滿重要的一個監獄 那這個監獄裡面它其實非常特別是 它除了管之外 在那個年代他們就開始在突發被關在裡面的人 他們必須要有記之能 這樣他出去的時候他才不會繼續再犯罪 所以這個監獄其實在台灣的應該算是監獄室嗎 還是就是角質 他們其實現在用角質的這樣講 來角質這樣子的角度在做 所以他很早的時候 他其實就開始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第二個事情是就是早年 其實非常早的時候就是說日治沒多久 就要蓋這麼大的一個監獄 其實相對的是那個時候台灣有非常多 就是從日本的統治者來看 這土匪其實就是抗日分子 所以有非常多的抗日分子 其實是因為這樣子他們被關起來 才會需要這麼多的監獄 不管是台北部的談談 所以這領域其實是可以去講 台灣在一個統治變化的過程當中的歷史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們這麼輕涯淡寫 然後做一個這麼溝原化的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去反省 我們在那一段的台灣的歷史 這項不行嗎 好 謝謝 我現在只是看到這幾個揮畫 這個至少你看那個歷史文化的那個 有沒有辦法呈現 甚至在空間上是文化 譬如說修復史料就在美食區 然後那個至少你說那個展示解說跟學生文創那個空間 在A區還算接近 那你至少看這個試驗而已 那個實在是完全沒有辦法讓這個 真的這樣具有一個 我們保存圖 不是所有的保存圖 事實上是背後一個歷史的意見 那至少看這個空間 都不要看別的 就是很難把這個歷史串連起來 這是直覺的一個影響 謝謝 謝謝 來 這跟那個委員講一下 這分兩個部分 可能應該嚴格講的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行務所觀測的部分 其實在上兩個會期 就是上一批委員的會期有審過 有審過兩次是通過 那裡面有一些細節 或許有一些新的委員可以再做到時報告 他有一些新的規劃 那不是 可能光發城牆 不是像今天公園處講 因為今天公園處其實就34條的部分 看他們在整理那個公園上面 有沒有跟這個圍牆有違背 那他們的公園大概就一南一北 正好搭在那個圍牆 有中間的開發區 他們也沒有開發 只是要整理那個公園 這樣子外 中間也沒有往 那就是說他不要補層以下 盡量讓他不要挖 這個倒是要限制 因為將來有新的整理或開發 的時候再做 那古蹟保存計畫 就那個圍牆要另外發包 也不是今天 就是剛剛有一些老師講的 那個歷史調查的部分要另外發包 那個依據文職法跟古蹟保存計畫 另外發包 那也要變預算再做 所以跟這個也大概不會有充足 只是說古蹟保存計畫 現在在台北市做的大概只有1萬億股區 已經在動 那中央在動的部分 這一區將來也要做一個古蹟保存計畫 這是第五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他個別 包括市場 包括公園的部分 其實每個案子都是希望做 那些不要對那個低下挖掘 還有對現有無極的方案 大概幾個方案